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哈马斯突然袭击 向以色列发射7000枚火箭弹 以色列军民遭受严重伤亡 目前展开大规模反击 据以色列国防军7日表示 巴勒斯坦当日凌晨起 突然从加沙地带 向以色列的中部和南部 发动了大规模的火箭弹攻势 哈马斯的电台 已经公布 他们已经发射了7000枚火箭弹 整个以色列南部和中部 都处于火海状态 而且目前有大量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从地面攻入以色列 以军目前全面进入战备状态 综合半导电视台等外媒报道 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 哈马斯辖下的主要军事派别 卡桑里宣布 他们正在执行代号 阿克萨分爆的大规模反击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他们不仅 他们向以色列发射超过了 7000枚的火箭弹 集中大量的以色列目标 包括机场军事目标 但是以色列的电视台 则公布出大量居民去遭受火箭弹袭袭击的画面 因为很多居民去都失火 甚至很多轿车都已经被击中失火 有的轿车还发生了爆炸 为了因应哈马斯的大举进攻 以色列正在全面进行战备动员 以色列政府宣布要让恐怖分子付出沉重代价 并且誓言保卫以色列公民 而且以色列政府还下令加沙地带的居民留在家中 而在门外则要寻找靠近的防空洞躲避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已经批准 动员上万名预备军人 以色列政府于当地时间7日下午1点 在国防部总部聚集讨论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主持会议 美国驻耶路撒冷的外交代表 猛烈抨击了这波袭击事件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袭击来得如此猛烈 美国的外交代表谴责了哈马斯恐怖分子 向以色列平民示意发射火箭的大规模恐怖行为 哈马斯的指护官目前已经排遣大批的武装分子 通过海上和陆地攻入以色列境内 所以以色列全部整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 所以这就跟以前的恐怖袭击不同 第一这一次规模太大 显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很久 因为发射7000枚火箭弹 可不是一场简单的恐怖活动 而是大规模的战争行为 目前以色列空军已经紧急启动 执行铁舰行动 数十架战机 目前已经冲入巴勒斯坦的加沙走廊 正在空袭哈马斯的战略据点 以色列总统埃萨克也通过推特表示 以色列国家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 他宣布向所有遭受攻击的以色列居民表示鼓励 希望他们能够挺住 而且他呼吁全国的军民遵守以色列指挥部的命令 冷静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战争 目前初步统计有数百名以色列的平民 在稍早的火箭突袭中受伤或者死亡 而在以色列军队发动反击之前 实际上以色列的警方已经在边境区域的 大量的警戒点击毙了至少60名恐怖分子 也就是说实际上最早发现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地面发动进攻的是以色列的边防警 他们已经猝不及防 但是立即投入了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战争当中 而且哈马斯现在使用无人机 摧毁了以色列军队的一辆梅卡瓦 M-K-4坦克 这令很多人震惊 这就说明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已经精飞细臂 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一次哈马斯的突然袭击 俄罗斯和伊朗显然是幕后推手 第一那个无人机可能是来自伊朗 但是这个战术应该是来自俄罗斯 有专家说除了俄罗斯之外 目前中东地区的哈马斯的任何盟友都没有使用无人机 一头只炸弹对抗现在主战坦克的经验 只有哈马斯具备 而只有俄罗斯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教官可以训练哈马斯 这样一来对乙军就构成了巨大的危险 因为以色列军队跟哈马斯作战 他主要依赖的还是靠空军和他的坦克部队 而一旦他的坦克部队在战场上可能被摧毁 或者说被哈马斯的无人机摧毁 那么以色列的军事优势马上就要大大折扣 目前最新的消息说 以色列的国防军已经证实 哈马斯占领了以色列的七个区域 也就是说这次哈马斯是有备而来 而且现在从中东地区各个电视台 社交媒体传出的视频显示 很多以色列人在家里面就被哈马斯成员给抓走 在路途当中遭到大死或者大伤 然后这些尸体甚至带回加沙地带游街市中 视频显示 有一名妇女甚至被扒光了上衣 然后几名哈马斯分子坐在犹太女人的身上 然后卡车穿过了加沙地带的闹市中心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民众热情的欢呼 他们很高兴 哈马斯分子能够大使以色列人 大使以色列女人 并且能拨光她的衣服 对他们游截失踪 这显示了哈马斯的强大 显示了阿拉伯人的强大 哈马斯武装目前已经攻入包括斯特洛特斯在内的 以色列的一些市区 可以这么说 以色列的军队和政府这一次反应相当的迟缓 甚至可以用惊慌失措来形容 因为本来他们的军队应该有更好的防护 所以有人分析这一次一方面是巴勒斯坦的攻击计划相当沉迷 比如说他先以火箭弹攻击以色列的市区 从而吸引乙军的注意 因为乙军可能忙着去救火保护平民 然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再从其他地区以地面青装部队展开大规模的突袭 所以导致乙军难以正常的做出反应 目前在以色列南部 很多在加沙走廊的犹太人 已经意识到他们无法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 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 我至少已经看到两个视频 视频里显示的数以百计的犹太人 丢掉了家里面所有的财产 正在疯狂的逃跑 这种逃跑是很危险的 因为巴勒斯坦的火箭弹随时可以追上他们 把他们干掉 以色列国防部的铁剑反击行动 目前正在进行 许多哈马斯的大楼和哈马斯的军事据点都在遭到摧毁 但是相信哈马斯武装分子早已经撤出这些军事目标 目前以色列这种大规模的突袭 很可能要演变成全面战争 事实上 这可能就是第六次中东战争 因为耶路撒冷各地的清真式的过瘾器都已经开动起来 阿宏疯狂的呼吁所有的穆斯林起来 对以色列发动圣战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巴勒斯坦 人们可能要进行一场全民的战争 此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也表态了 他明确支持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要知道呢 这个巴勒斯坦人呢 在这个以色列呢 主要是分成三部分 最激进的就是哈马斯占据加沙地带 另外呢 就是约旦河西岸 也就是过去阿拉法特留下的一只 这个就是巴勒斯坦人 这批巴勒斯坦人后来呢 跟以色列通过谈判呢 已经不再对这个以色列 采取恐怖袭击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他们也正在变化 阿巴斯呢 表明呢 他们很可能也加入到哈马斯武装攻击以色列的行列之中 另外第三只力量呢 就是在耶路撒冷老城 那里面居住着几十万阿拉伯人 而且阿拉伯人呢 是跟犹太人对比拼命生孩子 所以说呢 原来呢 说那个地方居住着20万以上的 那个巴勒斯坦人现在可能居住是高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 而且呢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呢 在长辈的教育下 对犹太人 对以色列都充满了仇恨 所以说呢 现在呢 以色列呢 是非常危机的 俄罗斯媒体呢 报道说呢 俄罗斯人现在欢欣鼓舞 他们感觉到呢 终于有人正在分担他们的忧虑 因为呢 这场战争呢 应该是普京跟这个伊朗统治者哈梅内伊 进行策划的后果 普京呢 一直是希望呢 他的盟友能够在其他战线上展开战争 比如说呢 他希望呢 伊朗呢 能够这个组织 像这个 他的敌人 沙特阿拉伯 或者是以色列 能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伊朗呢 可能呢 军事力量有限 所以呢 他们能够 但是他们能够硕士哈马斯 发动暴乱 因为哈马斯长期以来呢 是受这个 叙利亚政府的领导 也就是阿萨德父子呢 一直在指挥哈马斯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们给钱 比如说哈马斯的政治局 一直呢 是在大马斯格 也就是在叙利亚的控制之下 当然了 现在他们的金主呢 主要还是 这个俄罗斯 中国和这个伊朗 而且很可能呢 中国人给的钱最多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中东战争呢 真正出钱的人 很可能是习近平 因为呢 普京一直是希望习近平能够发动一场侵略台湾的战争 从而分担他的压力 因为呢 普京一直认为呢 他现在是在独立的对抗西方 对抗北约 所以呢 他希望在中东的门友们 和在这个中国的门友习近平能够给他分担压力 也就是共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 接近平能够大战 那么多一场世界大战 别着急 向世界大战